進口收旅車停放壁車彎 一名全身黑的男子站在路中間 手腳並用扭動全身忘情跳舞 連太空漫步都來了 一旁還有朋友幫忙記錄 只是好像少了點什麼 欸等等不對不對 這裡不是夜店也不是舞廳 而是梳花改的隧道裡頭 就算想要跳舞 但是不是挑錯地方了 會不會太嗨了 先生跳到一半 網友看一下 哎呦似乎是看到有車要來了 想要趕快閃人 卻差點疊個半死 最後與攝影師一同上車 我覺得很扯耶 在網路上跳舞 就覺得有錢就很會下來了 就是他一次可以罰900 然後我們要工作一天 才可以賺900 就太瞎了 尤其在那個梳花改的隧道 那麼危險 看到這畫面 大家真的超傻眼 就在11號半夜12點多 台九縣梳花改觀音隧道 130.4公里處 遠景貨報有兩車三人在裡頭逗留 一停就是三分鐘 一台BMW X6 一台法拉利四五八場捧板 行駛過程還並排違規走路間 到底口袋多深才能這麼任性 現在真的只能乖乖把錢包拿出來 因為根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不遵守標線行駛路間 可處最高一千八百元罰還 至於在道路任意西系 則能開罰三百元 畢竟道路是人走的 不是你的五池 詳細原因有待警方追查 不過不在意自己人身安全就算了 若發生意外 就不是只能狡乏但了事 TVBS新聞簡大從尋聽一欄採訪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